叶青梅的睡觉习惯一向都是自然性 当她迷迷糊糊想要醒来时 懒懒的声音说道 小猪猪准备什么好吃的了 没有得到回应 叶青梅在床榻上咕噜了一下 都没有睁开眼睛一手摸着肚子 嘴里不满的说道 儿子小猪猪都没听见 叶青梅叹了口气 缓缓的坐起来 才懒懒的把眼睛睁开 嘴里还嘟囔着道 太阳已经这么大了 叶青梅坐起来 正好压住五竹留下的字条 听见哗啦一个声音 她低头看见了纸上的字 瞬间清醒 脑筋一下子转动起来 她当然知道 这世上能让五竹离开自己身边的 只有神庙 可是她想不明白 神庙为何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叶青梅顾不得许多 起身就去了实验室 小哈看到大肚子的叶青梅 调皮地说道 主人这肚子长得可够快的 看着叶青梅冰冷的脸 小哈小心翼翼地问道 主人这是怎么了 叶青梅冷冷冷地说道 给我提供材料 我要研究炸药 我要炸了那个鬼神庙 小哈轻声问道 他把你的五竹怎么了 叶青梅瞬间瞪大眼睛 你也知道 你们串通好了 小哈赶紧解释道 怎么可能 神庙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 主人如此愤怒 想想也知道 肯定是跟五竹有关呀 叶青梅冷冷地说道 昨天夜里五竹被他召唤 留下字条匆匆离开 现在还没回来 所以我要炸了他 一劳永逸 小哈晃着脑袋说道 主人不行的 你虽然每次是从太平别院进来 那只是一个暗口 我们这里和神庙是一体的 如果你真的把神庙炸了 那这实验室也就消失了 叶青梅皱着眉头说道 当初我在神庙 与五竹进到一个秘密基地 那里还有我父亲 给我留下的书信 怎么这里也和神庙是相通的 难道这就是那里呀 小哈叹了口气说 具体怎么解释 自己也不知道 主人如果看到那封信 是你父亲写的 那有可能 我的师父就是你的父亲 这个实验室 就是你父亲的成果 叶青梅拦得去想 挥挥手说道 我现在没有心情研究这个 我要想办法把我的五竹带回来 小哈失落地说道 与神庙对抗这事 小哈真的无能为力 叶青梅之后便决然地离开了 叶青梅回到太平别院 给自己换了一身衣裳 背起五竹已经给他准备好的箱子 就往院子里走 月娘和小青正好来到前院 看到叶青梅怒气冲冲的样子 赶紧拦住他 叶子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看到月娘 叶青梅缓和了一下说道 嗯 干娘 我要出去找五竹 月娘担忧地说道 哎 你现在这种情况 不适合出去 还是在这里等着吧 我差人去找找 叶青梅摇摇头说道 谁去都没有用 只有我才行 月娘焦急地说 不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如果对方迎走五竹 就是为了让你出现呢 守在太平别院 至少别人不敢轻易进来 相信五竹 很快就会回来 叶青梅坚定地说道 我不会让五竹一个人面对 我必须去找他 话落 叶青梅已经自顾地向外走去 月娘摇了摇头 无奈地说道 哎 就知道拦不住他 小青 赶紧跟上吧 小青喜欢五竹 在太平别院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他每天都会偷偷观察五竹 从今天早上 没有看到他开始 小青就知道五竹 一定是出去执行任务了 直到中午 还没有看见他的身影 小青就把事情告诉了月娘 月娘是最了解 叶青梅和五竹的 她自然知道 五竹不会轻易 离开叶青梅身边 所以 她已提前准备好了人手 叶青梅来到大门口 院子外 停着早已经准备好的马车 还有夜市的一些护卫 叶青梅感激地说道 干娘谢谢你 月娘摇了摇头说道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出去 走吧 叶青梅拦住了她 干娘 这些人和我去就行了 你和小青留下 夜市还有很多事情呢 月娘皱着眉头 夜青梅微笑着说道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这院外还有很多暗处的人 保护我呢 月娘点了点头 夜市的生意 有一大半都是她和大掌柜 在负责 所以她还真的不能轻易离开 叶青梅坐上马车 平静地说道 去庆庙 却如叶青梅所说 她的马车刚刚行动 引在暗处的人 就已经纷纷向自家主子汇报了 陈萍萍收到消息 疑惑地问道 小姐为何忽然去庆庙 问问一处 庆庙今天有什么活动 没一会儿有人来报 院长今儿一早 书密院赵副使就带兵 封锁了庆庙 陈萍萍皱着眉头说道 影子 你先去庆庙保护小姐 我摔黑漆马上就到 影子领命立刻离开 陈萍萍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他只知道不能让叶青梅受到伤害 叶青梅来到庆庙 虽未下车 他已看到庆庙前有士兵把守 撩起车帘随从来报 主子 庆庙已经被士兵驻守 不让我们进去啊 叶青梅平静地说道 你有没有告诉他们 是我想进去 随从说 已经说过了 那副将说 谁都不允许进 叶青梅微皱一下眉头 起身准备下车 影子及时出现 赶紧出言道 主子 先莫要下车 影子恭敬地说道 主子 院长随后就到 书密院赵副使亲自作证 封锁了庆庙 叶青梅皱了一下眉头 疑惑地说道 是他 看来都是有安排呀 他知道你的招数 你轻易不要出手 影子点头 叶青梅平静地说道 既然对方有安排 躲在车里 也没有意义 随我下车吧 影子自然是听叶青梅的 他没有那些大人物们 繁琐的想法 只是更直接地 尊重自己内心罢了 早在叶青梅的马车 停到庆庙门前时 赵副使就已经看到了 此刻 叶青梅在影子的搀扶下 走下马车 赵副使也只好从暗处走出来 他疑惑地打量着叶青梅 虽然他衣着宽松 但从动作和体态上 还是可以看出异样 赵副使不禁心中怀疑 此刻 叶青梅已经看到了他 平静地说道 赵大人 别来无恙啊 赵副使也礼貌地说道 叶主子 别来无恙 叶青梅淡淡一笑说道 不知道今天有什么活动 既然劳烦赵大人亲自封锁神庙 不过叶佐今天有事 必须进去一趟 赵副使淡笑地说道 叶主子 不是下官 有一搏您面子 今天还真进不去 您有什么需要 下官可以代劳 叶青梅冷冷一笑说道 哼 我的事赵大人 还真代劳不了 麻烦转告你的上司 今日我叶青梅 必须进庆庙 赵副使声音微冷地说道 下官 是封太后一职 封锁庙 皇后分娩在即 庆庙是神灵所在 分娩期间 定要让神灵护佑 为我庆国 诞下龙子 这期间 不允许外人进入 叶青梅 不愿意跟他在这废话 冷冷地问道 如果我非要进去呢 赵副使也冷言说道 如果叶主子 执意违抗一职 小怪下官不客气 影子挺身 到叶青梅前方 赵副使的脸色微变 叶青梅摇了摇头 拉近了影子 在他耳边轻声说着什么 影子有些犹豫 叶青梅平淡地说 去吧 陈明明他们马上就到了 光天化日之下 想来 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影子领命 快速离开 叶青梅反而平静地说道 赵大人 我很奇怪 皇后分娩 封锁庆庙有什么意义 还不如多找两个 有经验的太医文婆 在宫中伺候来的实在呢 赵副使不嫌不淡地说道 皇后生子 乃天将祥锐 必定得神灵护佑 叶青梅点了点头说 所以你堂堂 疏密院副使 放着军中大事不做 就听了太后的话 来这里守庙 赵副使皱着眉头 严肃地说 皇后产子何其重要 这是关乎 沁国未来的大事 太后一直 更是不可违抗 纵视天大的军务 也没有维护皇权重要 叶青梅冷冷一笑 此刻 陈平平和范剑 先后到达庆庙 看着与赵副使 正面而对的叶青梅 两人匆匆来到他身旁 与赵副使 也不过是简单寒暄 赵副乃书密院副使 又是皇后的父亲 无论官职还是身份 都在二人之上 自然不会把陈平平二人 放在眼里 叶青梅 把执意要进庆庙的事情 也跟范剑和陈平平 简单说了一下 赵副使 淡定的说道 赵某 竟不知道 监察院和户部 如此惊险 二位大人 都有贤金雅质 想要游览庆庙啊 陈平平 淡然的说道 赵大人 叶主子 想要进庆庙 自有他的事情 不会破坏神灵 对于皇后的保佑 还请你放心 赵副使 冷冷的说道 我奉的是太后遗旨 如果监察院想要保叶主子进去 可以去请皇上的圣旨 若没有圣旨 就请回吧 随后又蔑视的说道 监察院是庆国的监察院 护部侍郎也是庆国的官员 赵某虽是一介武夫 倒也知道尊卑有别 主次分明 如今是太后下旨 封锁庆庙 二位 不敢违抗上狱吧 叶青梅拦下了陈平平 淡淡的说道 不用急 也不必惊动皇宫 今日 我一定会进去 赵副使 假意好心的劝道 我倦二位大人 还是置身事外 免得 萤火烧身 范剑想要说什么 被叶青梅的眼神制止了 此时 正好影子回来 众人看到影子手中 拿着的物件 也都震惊 叶青梅 优雅地接过影子手中的宝剑 背上自己的黑箱子 大步向前走 坦然地说道 赵大人 应该认识我手中的上方宝剑吧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好像我杖剑可以先斩后奏 即使杀了你 也没人敢说什么 叶青梅手中拿着的 正是先帝生前 赐给他的上方宝剑 赵副使 有心想拦下 也无能为力 只能不情不愿地抬手 示意守卫 让出一条路 虽然拦不住叶青梅 但是其他人可休想再尽清妙 他冷冷地说道 陈平平 难道 你们真的想抗旨吗 陈平平和范剑 怒视着赵副使 叶青梅回身从容地说道 不必惊慌 就在此等我 没有人敢靠近 众人都看向叶青梅 只见他右手提剑 左边背着个黑色的箱子 大气凛然地进了庆庙 费剑后赶过来 想要说什么 也被陈平平拦了下来 看到那个再次出现的黑色箱子 陈平平下意识认为 小姐要做的事情 确实与他们无关 他们唯一能做的 也就是在此等候 叶青梅静止来到庆庙内 把手中的剑放在了暗机上 又把左边的箱子拿下来 哐当重重地放在了供桌上 抬头看着面前虚无缥缈的壁画 他不爽地说道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你肯定知道 少在世人面前撞得高高在上 你的底细 我都心知肚明 没有人回答 叶青梅拍着那个箱子冷冷地说道 我警告你 如果五珠不回来 我就回了圣庙 别说那些没用的理由 我叶青梅什么都不怕 壁画右侧的墙突然推开一部分 叶青梅挑了一下眉头 背起箱子朝那里走去 果然如他所料 这庆庙能够与神庙联系 叶青梅刚走进去 那个神秘的人就说道 叶青梅你如果什么都不怕 就不会来到这里了 叶青梅冷冷地说道 少在这里假模假式的 一个只敢生活在暗处的人 没有资格与我对话 我只想告诉你 把五珠还回来 那人也不恼 平淡地说道 我知道你回不了神庙 好像我困不住五珠一样 他终究还是会回来的 叶青梅只是冰冷地看着他 那人淡然地说道 我觉得你更应该好奇的是我的合作对象 难道你竟然愚蠢得还如此自信吗 叶青梅怒视着他 那人嘲笑着说道 叶青梅公认的天才 也是难得的天命者 在我看来 无非就是一个自信过头的自大狂 叶青梅你太自以为是了 叶青梅虽然没有说话 但他的脑子里也在想着这接二连三的事情 昨天大掌柜那封信 他还没有来得及细看 但是内容已然清楚 加上五珠离开 包括庆庙前的这些事情 要说他还沉浸在自以为是中 那他就真的是个傻蛋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